街道上集的滿滿人潮 全都是在參加一年一度的萬聖節盛會 忽然間 現場出現推擠狀況 瞬間尖叫聲四起 救人怕重心不穩 趕緊把手搭在前方人的肩膀上 藉此維持平衡 南韓黎泰院一直以來一夜生活文明 29號晚間舉行萬聖節派對 信約10萬人湧入現場 滿滿的人潮聚集在街道 不料卻發生人采人意外 是他當下有女涵台灣人募集的過程 回想當時狀況 本來在俱樂部主街夜店附近 突然被一直推 其中人站不穩 跌倒在地上就被踩過 而當時警銷貨爆後 立刻前往現場救援 趕緊把人抬上單架 送往醫院搶救 但現場很多人 早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而死傷人數不停往上攀升 截至南韓時間清晨6點 已經累計149人死亡 57人輕傷 19人重傷 死者大多是年輕女性 南韓總統尹錫悅 第一時間發布緊急命令 並啟動緊急醫療系統 而本來在歐洲進行訪問的 首爾市長吳士忌 得知消息後 也立刻取消行程 緊急回國 這起事件也引發國際關注 就有外媒指出 這恐怕是自2014年來 10月號渡輪沉默 造成304人死亡以來 南韓傷亡最慘重的事件 立面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